因为我们有佛陀的智慧 你说那些有钱人活得怎么样 很辛苦 有个法院 台湾的 那个高登法院的最高的 那个很久以前的了 他有一次来拜访师父 有一次来拜访师父 他不怕人家知道 因为他关注得很大 我真大 我真大就是他死了 我真大 我真大就是我今晚上班 台湾话就说 你爸爸我真大 我说你老婆就是他死了 那那个我真大 还关心上班 他这个 他那个管注得很大 司法部的 法院的最高法院的那个院长 那个是很大很大 那不得了的 就是一审宪判 死刑的声势都超纵在他的手中了 他来拜访师父的 那个多千层 多千层 一看到师父 马上下跪顶礼了 马上下跪顶礼了 他说 师父 我今生今世 不晓得 有没有误判人家死刑 我说误判 你要纳命 你误判几个 你要赔几高命 因为这个法律是两边的 好人 要不要抓去关 坏人用钱 对不对 对不对 用钱 有办法 他的后台很躲 后台很躲 你听得懂吗 意思就是很有过力 他就是贩毒 贩卖枪支 怎么样 有时候 都有办法 只要你有钱 所以这政治家 也要找宗教家 企业家 也要找宗教家 为什么 他们不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 有的人 说 出家人 逃避现实 You are wrong 你错了 出家人 最面对现实 现实是什么 现实不是财迷 言由 降助堂 现实不是金钱 现实不是潜力 现实就是 现在实际的问题 我们现在实际的问题 我们现在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是生老病死 出家人 不是逃避现实 他是面对现实 他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 出家人 是面真正的面对 世间最大的问题 所以主持人讲过 讲过一句话 世间生死之为罪 其一切可商量 那再讲一遍 世间生死之为罪 世间的生死啊 我们的生跟死 这个问题就是六道轮回啊 这个问题啊 是最重要的 生是死的开始 是死的开端 生命 意思 他是一种轮回的东西 出家人 他是真正的面对现实 为什么 他要跳出六道轮回 所以说 说出家人 是逃避现实的人 就完全不懂佛法 也不了解 真正的出家的伟大 所以我们应该 跟前面这几排的法师 鼓励鼓励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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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会 觉悟 有智慧的人 会用无相 无相 无相的心 他不着相 面对这个世间 第三 叫做无怨 发怨的怨 怨就是造作 就是你所有的行驻作过 到最后 通通气入空心 因为空的思想 是开大智慧的根本 所以 从现在开始 又慢慢进入佛教智慧的核心 智慧的核心 慢慢进入 慢慢进入 佛教智慧的核心 空 空的思想 因此 这个空思想 要 特别的发挥 要特别的发挥 有的人讲 说 师父啊 新加坡啊 初学佛法的人很多 今天来的 不一定都是老餐 有的人 吃掉来看贝利法师 可不可爱 长得有多高 啊 实在有那么小的 就对 我从那边走出来 我的良眼一直看 不晓得欠到多少钱 哦 看来很奇怪哦 嗯 但是我今天来啊 没有办法考虑那么多 我现在新加坡的教育水准很高 我尽量 用你们大家听得懂的 来讲佛陀的智慧 空性的道理 因为 这个空性 佛教最宝贵的 这个牟尼宝珠 就像钻石一样 最重要的 就是空性的思想 佛教 跟外道 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差别 就在这个空的思想 因为有空的思想 所以我们能够解脱 因为有空的思想 所以我们能够放下 因为有空的思想 所以我们无所执着 因为有空的思想 我们能够进入涅槃 因为有空的思想 所以我们能够退让 因为有空的思想 所以我们一切法别带 慢慢慢慢慢慢来 慢慢 我尽量讲的 让大家 咚咚听得懂 尽量 那 因为有的人是第一次来的 他很稀奇 他没看过威力法师 他很稀奇 来啊 明天小晨 又改过水 他都这样说 空 现在你要集中你的精神 你今天集中精神 注意听 Attention 注意听 比你去赚 外面赚 一百万 一千万 都值得 你听到 这个空的思想以后 你的心胸会大开了 会彻底的解脱 哎呀人生 原来这样子 宇宙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佛教讲的 究竟的人生观 究竟的宇宙观 通通在佛教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今天很赞叹大家 为什么很赞叹大家呢 有一次啊 我去大学上课 因为以前 都在台湾大学上课 台湾大学上课 台湾大学上课 台湾大 因为我在二十几所大学里面 认课 一直叫到高雄一些 有一次我到中原大学 到中原大学去跟学生上课 走过去 走过去的时候 刚好人家在跳土峰舞 跳土峰舞啊 土峰舞 你现在不会有吗 有吗 土峰舞听得懂吗 土峰舞 听到 就是跳舞了 然后 很多男男女女啊 跳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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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很甜蜜啊 然后 旁边啊 有些徒弟啊 说哦 师父你看 他们跳舞啊 都快乐 我就跟他讲啊 今晚我跳跳 很甜蜜就是一跳跳 跳舞哪会快乐 我也要参加他跳 欸 今晚我跳跳 涼蜜就是一跳跳 跳舞怎么能够快乐呢 人类的空虚 人类的空虚 啊 把刺激 当做享受 把刺激当做享受 我们人类是很悲哀的动物啊 人类没有智慧是很悲哀的动物 怎么说悲哀呢 怎么说悲哀呢 早上起来 刷牙 洗脸 小便 大便 再来吃早餐 再来 骑摩托车或者是开车 坐公共汽车 或者是坐这个 这个地铁 国外叫烧尾 我们这里不叫做烧尾 再来下班 下班赶快 看电视 看电视再来 我在休息 休息没事生孩子 每年生一个 闲来没事做 就生生孩子 没什么事情做啊 就生孩子 没什么事了 阿姨 先生就跟他太太说啊 我们来生孩子 太太说没来啊 就生了 很简单 每天都这样子 每天 每天 早上起来 上厕所 刷牙 洗脸 大便 吃早餐 上班 下班 看电视生孩子 明天早上起来 刷牙 洗脸 放晒 吃饭 上班 下班 洗个澡 看电视生孩子 再明天 又是刷牙 上班 每天都这样 每天 每天 每天都这样子 人生就是这样子 然后要找刺激 要找刺激 看看电影啊 空虚 内在里面的空虚 看看电影 满足一下 我们内在的空虚 因为没有智慧喔 跳跳舞 对不对 交交男朋友 交交女朋友 再来 做什么 钱 赚钱 赚钱 在身上一大堆钱 身上一大堆钱 那做什么 花 买东西啊 到屋子一路啊 买东西啊 Shopping more and more Shopping and more 一些钱 这么多钱 不晓得怎么花 Shopping Shopping 买了 再怎么买 还是少一件 再怎么买 少一件 都是这样子 很麻烦的 有一次 我实在看不懂 因为我的年纪轻 也不懂 我看一个小姐 是师姐啦 就是台湾的一个师姐 她化妆 她化妆 我说 我说化妆 打了好久 好久 然后抹这个胭脂 胭脂 然后 上下嘴唇还动一下 嘴唇还动一下 这还不打紧 这很麻烦 这 后面还拽 还甩两下 看看头发 你怎么 有没有整理的